交给铁明 改变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知道 对你的门徒 你的信中的教导 在一直以来 是什么样的 我们可以用你的话语 继续地去刑查 自己的生命 也能够继续地 圣洁我们的生命 保守我们今天晚上 有同一的心 请我们一上祷告 祝耶稣基督 报告的圣灵求 阿们 好 今天我们 继续查世界 今天该查 第八条件名 也就是不可偷盗 这个PPT给 分享一下 今天的经文 就是第 二市场的第15节 也是只有四个字 不可偷盗 刚才是在想 不可偷盗这件事情 怎么讲的 这个时候 其实还是挺费脑筋 总觉得这个 不可偷盗 好像是一个 没有什么正义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 这个事情是错的 但是圣经里面 这个话语 神的话语 其实意义 是非常丰富的 所以我们今天 就单独地看 这个不可偷盗 来首先 思考一下 神所定义的 这个偷盗 在这里 它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行为 这个经文当中 偷盗 它这个词的原文 就是拿走 不属于它的东西 所以它不属于 法律意义上 那个偷窃的概念 就是法律上 抢劫和偷窃 可能是两种 不同的罪 但是在这个里面 它说的是 偷窃 抢劫 诈骗 等等各种各样 只要是一个 通过不正当的 不公益的手段 去拿走 不属于它的东西 这个行为 它就是偷盗 在这个概念里面 最重要的 在这个概念里面 有两个比较重要的点 第一个就是 偷盗它这件事情 本身 我们待会会讲到 它并不是 单单的一个 行为上的事情 它是一个 属于的问题 而第二个 我们要讲到的点 就是 在不可偷盗 这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圣经对于 这个财务所有权的 一个看法 但是呢 在我们细讲 这两个之前 我们还要看 圣经里面 其他一些 对偷盗的这个经文 增加了它 对于定义 这个偷盗定义的 这个复杂性 比如说 在生命纪 第23章里面 这里面有一个 很明确的一个 教导说 如果是进 林社的葡萄园 可以随意吃葡萄 但是不能装在 器皿里面 进了林社家的 这个农地 田地里呢 这个盒架 可以用手摘碎子 只是不可用 镰刀割取 色架 在这里 随意吃饱了 这个葡萄 看似也是在 没有同意的 别的情况下 去拿别人的财物 但是却在 经文里面被允许了 那被禁止的呢 是用 镰刀割 和装在器皿里 所以在这里面 想要提到 第一件事情 就是 最关键的 这个 在神判断 偷盗 是什么 以及这个 偷盗 要受到的 惩罚 是什么的时候 他所看的 最关键的 就是动机 在这里 本质 怜悯的这个原则 神允许一个人 随手摘几串 邻居家的葡萄和麦穗 可能是有人饿了 要冲击 但是大规模的收割 就是为了满足 自己的这个物质 所以这个就被禁止 因此 就如同我们之前 讲过的 接生婆 撒谎 妻女 喇 撒谎 等等的例子一样 神在于 推对于偷盗的 这个审判上面 也是 看动机 不堪行为 圣经上面 最著名的 这个偷盗之一 可能仅次于 亚当夏娃 偷吃经过 就是雅各骗取 一嫂的名分 你也可以叫做是 雅各偷走了 原本应该属于 一嫂 长子的这个名分 在圣经里面 是祝福这件事情 对吧 所以 神是看 人的这个动机 看内心 而不是看 外在的这个行为 而正因为 神是看动机的 就导致了 圣经里面 对于偷窃行为 的这个处罚 也是急于动机的 否则的话 我们会非常难理解 为什么圣经会 对偷窃的处罚 有这样不同的 这个要求 就比如说 在不久之后 出埃及记的22章 我们就会讲到 在这个里面 是律法更详细的 一些展开了 22章 讲到说 人若偷牛或羊 无论在的是卖了 他就要以 五牛赔一牛 四羊赔一羊 所以这个地方的原则 就是 偷到的东西 要偿还 而且是要 惩罚性的偿还 要还多 而且下面说 贼若被拿 总要赔还 那如果他一无所有 怎么办 要被卖 顶他所偷的 如果他所偷的 或者是牛 或者是鱼 或者是羊 仍然在他手下存活 他就要加倍赔还 在这个地方 仍然重复的是 同一个原则 就是偷窃的 这个财物要偿还 而且如果 没有办法偿还的话 把你卖了 也是一个 财物偿还的 这个概念 而且是惩罚性的 在下面的 这个几个经文里面 我们就不再 这个重复 但是你可以看到 在这里面 它重复的是 一样的这个原则 偷窃需要 惩罚性的惩罚 你可以看到 这个偷窃的惩罚 好像是比较量化的 就是要么是罚四倍 罚五倍等等 如果没有钱 就把自己卖了 顶替偷到五倍的价值 似乎都是一些 财物上的赔偿 但实际上 圣经里面 也有许许多多的 对于偷到的 惩罚的例外 就比如说 《猎王记》上21章 当这个雅哈 侵占了这个 拿伯的这个 葡萄园的时候 只是这样宣判的 21章是记者 耶和华的话 领导提斯比人 以利亚说 你起来 去建筑 撒马利亚的 以色列王雅哈 他下去要 得拿伯的葡萄园 现金正在那园里 然后对他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杀了人 又得他的产业 就对他说 耶和华如此说 狗在何处 舔拿伯的血 也比在何处 舔你的血 在这个地方 拿伯最后的 这个下场 是这个死 而且是惨死 最后是狗在 何处舔拿伯的血 也在何处舔他的血 如果你觉得 这个地方 可能是因为他 不光是偷到了 这个拿伯的葡萄园 同时也杀了 人的这个话 我们还可以看 其他的这个例子 这个 吉哈西违背 这个主任 伊丽莎的这个心意 伊丽莎不想接受 这个亚兰人乃曼的 这个礼物 但是呢 他的这个仆人 来贪图这个礼物 所以他去说谎 从某种程度上 也是偷窃了 本来不应该 属于他的这个礼物 最后他的这个惩罚呢 不仅到他这一代 他和他的这个后裔 都因为他的这一次的 这个偷窃 得了蛋白风 这次这个惩罚 也格外的这个严厉 而且甚至 延伸到了他的后代 在后面 还有很多 圣经里面 其他的这个例子 我这也没有 一一的列出来 但是大家 大概给大家读一下 在亚干攻打 艾成的时候 他取了这个 神吩咐他 要灭的这个武 最后连累 整个以色列 那场仗打败了 而且最后有 三十六个人死 最后他也是受了 在雅各谷里 被石头打死 灭绝的这个行为 而加略犹大 这也是另外一个 偷到的这个 新约里面 一个很常见的例子 他经常偷窃 大家捐给 这个耶稣 和他门徒的这个钱财 他自己是管钱财的 但是他自己 经常偷偷的拿 结果他最后 也是自杀 而且得了万民的 情侍和咒诅 那当然他最后还 他卖主 是还得了 不应该得的银子 这个是更大的这个罪 而之前 上一周讲到这个 这个 坚婴的时候 我们也讲到 大卫 他 这个与乌利亚的 这个妻子坚婴 自然是犯了坚婴之罪 但是呢 也是偷取了 这个乌利亚的妻子 最后他的这个下场 不光是他跟 这个 他的这个 他跟的这个 八十八的第一个孩子 是死掉的 而且到后面 我们也讲到 他的这个 后代一直受到 这个 坚婴 这个 这个罪的 这个缠绕 这个女儿被 各个 他的女儿被 他各个强奸 然后他四个儿子 最后 全部都失去 他的儿子亚撒龙 这个谋反 最后 他的儿子 侮辱他 自己的这个 妃嫔等等 这些 全部都是 他这个罪的 这个行为 最后的这个审判 所以你看 在这个 对于偷窃 这行为的 这个审判上面 如果你看 这几个不同的 这个例子的话 你可以看到 在审判面前 他不仅仅是一个 财务的这个 惩罚 而且哪怕是在 刚才我们知道的 这个 揣机记 第二 二十二章的 这个 这个 这个惩罚的 这个定义里面 动机 也被强调出来 怎么强调出来呢 就是 为什么偷牛 是赔五倍 偷羊 是赔四倍呢 不是因为 这个牛比羊 更贵重 而是因为 牛他个头 比羊更大 你要是偷羊的话 你比如说 你自己赶了 一个小旅车 路边看着一个羊 你一动心 你想偷那个羊 你可能就把那个羊 顺上旅车 就拉走了 可是你如果想 偷人牛的话 你需要经过 很长时间的 这个 你需要计划 你需要去执行 你的计划 它需要你 更邪恶的动机 和更坚定的邪恶动机 才能把偷牛 这个事情 给执行出来 所以偷牛 被罚得更严重 比偷羊更严重 在这一系列 这个例子里面 你可以看到 神他看 偷窃犯罪的 这个轻重 取决于 人的这个意图 和动机的 恶的这个成 所以你在这里面 可以看到 偷窃 在神那里 是一个动机的行为 他是一个心灵的行为 或句话说 他是一个属灵的行为 偷窃是一个属灵问题 人 偷窃的最根本的原因 有这么几个 第一个是 他不知道自己 到底是为何被造 为何而活 离世的时候 要带什么而去 没有想明白这些事情 人生的价值是 不在于 你有多少的财产 在于 得到神的这个喜悦 得到这个永恒里面 那个永恒的这个产业 是要为了担当 荣神义人的这个使命而活的 如果是为了担当 这个使命而活 就会发现 管是富足或者缺乏 无论是在任何的情况下 都能够自己得到 自己要得到的 那个最宝贵的东西 就是永恒里的产业 和永恒里的这个 这个生命 而第二个原因是 看不见神的丰富的供应 没有神的这个供应 我们是没有办法存活的 因为我们拥有的一切 都是神亲自供应 如果做正经的这个事情 就必然会看见 神丰富的供应 自己努力的去工作 努力的去靠自己的这个劳动 赢得的去赚赢得的这个钱 就能够看到 这是神丰富的供应 看不见神的供应 是因为懒惰 是因为想要不劳而获 想要这个 种菜票等等的这些 心灵力的问题 如果我们要是为了 荣神一人而活的话 就必须看到 神在凡事上面有丰富的供应 同时也会发现 我们所需要的 其实并没有这么多 主说 你们所需要的这一切 你们天父是知道的 你要先求 他的国 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嫁给你们 神必照他荣耀的这个丰富 在耶稣基督里 使你们一切所需要的都充足 而如果一个人 他不知道自己活的目的是什么 也看不见 神的这个丰富的供应的话 他心里面自然会生出 要得这个不需要 之物的这个弹性 不能以自己拥有的为满足 即使得了还要更多 得更多的 也不能继续 也不能从得里面想到满足 人并不是因为 得 而这个得到东西而满足 而是因为这个 这个 而是因为在这个 灵里面缺失了 与神的这个和好的这一片 然后 如果这一片缺失的话 通过各种各样的属世的手段 都是没有办法填饱这个 这个伴族的 在这个 雅各书里面说 私欲即怀了胎 就生出醉来 醉即长成 就生出死来 这个讲的就是这个 偷到他背后的这个灵 和他的这个心的 生出来的这个过程 私欲而来 最后长出醉 最后的结果就是生出死 所以在这个地方 它是属灵问题的最后一点 就是可以清楚的看到 这背后也有魔鬼的这个诱惑 是必然也会有魔鬼的这个控告 最后也会有审判和兴奋 魔鬼他自己就是为偷盗 杀害和毁败而来的 如果这个找到他的道 那肯定不会有好结果 所以偷盗是属灵问题 如果要脱离这个偷盗的这个问题的话 他最核心的是要在心灵深处里面 去重新在神面前悔改 得到这个心的这个生命 而圣灵叫我们想起来 这个偷盗的罪 我们不但要悔改 而且也要赔偿 所以在这个里面 你看圣经里面多次的这个 提到的这个偷盗 他最后的这个下场 所以如果想不起来的罪 和无法赔偿的 我们也要以这个 多多的帮助救济人的祷告 和侍奉来赔偿 在这个义父所说里面 四章说 我们这个回败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要到不再偷 不要再偷 劳力亲手做正经事 分给那缺少的人 这个是义父所说 四章里面对于 要从偷盗当中悔改的人 他要得达到的这个 达到的这个 这个境界或者 就是不要再偷 亲手做正经事 而且还要分给那个缺少的人 人靠自己的这个意志力 做的这个决心 是不能脱离这个 这个偷盗之罪的 这个 这个 偷盗的罪的 只有真正的明白 和 这个 活着的目的是什么 知道这个 耶稣基督 是这个人生的质保 知道 相信靠神 随时 仿佛的这个供应 懂得在这个事情上面 感恩 满足的人 才能够全然的脱离 这个头盗的罪 所以 这个是 今天第一个 想要讲到的内容 然后 第二部分呢 我们也可以从 这个诫命上面 稍微展开一点 在 上一周 讲到 奸淫的时候呢 这弟兄提出了一个 很好的点 他说这个 奸淫这个概念 它是随着 婚约这个概念 一同出现的 他们就像是 光明和黑暗一样 光明被创造出来以后 没有光明的地方 就叫黑暗了 那婚约 在被创造出来以后呢 活在婚约之内的 性性费 就叫做奸淫 偷盗这个概念也一样 偷盗的这个定义 它是建立在 产权的这个概念之上 就是人拥有 自财产的权利 只有在拥有 自财产的这个权利 被建立起来之后 所有的财产 才能够分为两类 就是属于你的 和不属于你的 那通过这个 不公益的手段 获取不属于你的 这个财产的行为 才能被定义 叫做扶到 所以它的这个概念 是基于 神对于私有产权的 这样的一个确认 而私有产权这个概念 它在新约和纪约圣经里面 都是得到确认的 在这个 这个利维基 25章世界说 第50年你们当作圣年 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 这年必为你们的喜年 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 各归本家 这个地方说到 在喜年的时候 个人要回归自己的土地 也就是说 以色列人每家每户 有自己拥有的土地 而且他们对自己拥有的 这个土地的所有权呢 在很长的时间里面 都能够得到保护和维持 而且刚才我们看到的 对于除埃及记22章的经文 也是对于个人拥有的 财产权利的作证 私有财产权 它不仅仅是提现在 摩西律法当中 还更像是一种常识 而且它的这个应用 是普世范围的 对于外邦人也适用 在这个亚伯拉罕 在创世纪23章 想要给自己的这个 妻子三拉安排 一份坟地的这个时候 刚开始的时候 这些贺人说 是要免费送他一块地的 但是呢 亚伯拉罕坚持要用钱买 然后最后是用这个 400克射罗的这个银子 买了这块田 最后是他和这个 他的这个棋子 撒了这个坟地 在这里面 这个经文里面的提到 特别的要提到 有这个金钱的这个 这个交易 也是在强调一个产权的问题 这是一种所有权的转移 也就是在亚伯拉罕和和人之间的 这个土地买卖 通过交易 转移了这个土地的所有权 和人呢 他不是以色列人 是外邦人 但是 你看到私有产权的这个概念 也同样适用于他们 新约里面 也多次提到私有产权的概念 所以 圣经新约里面 有关钱财和奉献的这个教导 都是建立在私有产权的基础之上的 你要先合法的拥有你的财产 你才能从你的财产当中拿出来奉献 如果不存在私有财产呢 那把自己的东西甘心 乐意献出去的这个教导 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因为我们任何人都不用拥有任何东西 自然也就没有分配和使用自己这些财产 这些财产的权利 也就谈不上奉献 也谈不上施舍 而且也谈不上为我们所有的感恩和知足 所有的这些教导都是建立在私有财产的这个基础之上 那这个私有财产权的这个来源是什么呢 来源是创世纪当神造人的时候 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七章说 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而且在造人之后 二十八节紧接着有说 神就赐负给他们 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 变满地面全地 治理这地 要管理海里的与工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在这个地方 照着神的形象是什么意思呢 它主要有两层意思 第一个是从本体的角度 上帝把一些可以传递的属性赋予的人 构成了人格的这个属性 比如说人所拥有的这个理性 人所拥有的情感 道德意识 意志 想象力和创造能力这些等等 都是神原本拥有的一部分可以传递的属性 他通过创造的时候 因着自己的形象创造 把这些属性也按照在人身上一模一样的创造了出来 而从功能的角度上面呢 是上帝赋予人治理 全地和管理其他造物的这个权柄 我们可以想到这个世界是神造的 所以上帝作为造物主 毫无疑问是天然的对一切的这个被造物有财产权的 也有智力和拥有的这个权利 但是他把这个功能也赋予了照着他形象造出来的人 使得人可以在有限的这个世界里面操练 有限的本来是从上帝而来的管理权力的这个权柄 这样的这个权柄就包括了拥有地上财物的权利 一方面我们可以说是人从上帝那里获得了私有财产权 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说 人在地上的管理和私有财产权是代表上帝而行的这个权柄 上帝把他创造的世界当中一部分的资源 分配给每一个人去享用和管理 人效法神的样式 在管理的这个工作当中 运用神所赐的这个权柄能力和智慧 就能够彰显神的荣耀 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运用上帝所赐的这个私有财产权 并且在其中智力的工作当中 彰显神的荣耀的这么一个任务 这个担子不是只给了亚当和夏娃两个人 在经文里面 神让亚当和夏娃生养众多 便满全地智力这地 那么人类就是作为一个群体 分工合作 每个人管理世界上一小子的这个资源 每个人在一部分 对自己的这个财产管理的过程当中 发挥神赐给你的这个恩典能力 做神的管家 最后呢 每一个人通过这个过程 享用和管理这一部分分配给你的财产 得到上帝的祝福 也可以彰显神的这个荣耀 这是神的这个救恩和神这个造人的最终极的目的 彰显神的荣耀 你可以在这个角度上理解为他所造出来的每一个人 都有一部分他的这个功能 而当这一部分的人被造出来的这个人 去按照他的心意去行使这一部分功能的时候 这就是在彰显他的属性 也在彰显他的荣耀 所以私有产权他的意义呢 很重大 有些人有些地方就没可能在想 为什么要讲这个私有产权 这个私有产权 他一方面是人从上帝所得到的这个祝福 另外一方面也是人可以荣耀神的一个重要的途径 另外 只有在私有产权得到这个保护的基础之上 基督教里面其他很多很重要的这个教导 慷慨的这个奉献和施舍 这种通过善心来彰显神的荣耀 彰显神的爱的这种方法才能够成为这个 成为可行 神经里面谈到的这个奉献有一个重要的原则 就是甘心乐意 只有一个人甘心乐意的把属于自己的东西 拿出来去供给其他人的时候 这个行为才可能是善性 如果没有私有财产 私有的这个财产权利呢 也每个人也没有权利使用这个财产 或者说根本就不存在任何财产 属于你的我的他的 就贪不上奉献 只能拿属于自己的东西奉献 这才叫奉献 所以这个慷慨的这个施舍 甘心奉献的前提 也是私有财产权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如果一个人偷窃了别人的财产 除了他自己 除了这个行为 除了反映他自己 刚才我们提到的属灵的这个行为以外 他同时也一部分剥夺了上帝赐给那个人的祝福 使得这个上帝的这个恩典 见证少了一部分 而且那个人因为丢失了一些资源 无法管理那一部分的资源 也失去了运用神 赐给他的这个能力去管理这份财产 而使得他可以荣耀神 彰显神荣耀的机会 所以偷盗 他不只是对他人的财产的剥夺 他也是侵犯了他人的祝福和权利 最终而且干犯了上帝的荣耀 因为他夺走了一个可以荣耀神的这个机会 对于这点呢 刚才那些话可能有一些抽象 但是呢 我们其实身边有很多活生生的例子 不可偷盗这条法律 律法禁止任何人或者组织 夺走其他人的这个财产 因为财产是属于每个人的 而只有当财产属于每个人所有的时候 每个人才能从上帝那里领受普遍恩典的祝福 同时代表上帝做治理的工作 但是如果私有产权被剥夺 就比如说当有少数的当权的人 把私有产权去充公 相当于有少数当权者 偷窃抢夺了个人的私有财产 私有财产权集中到了少数当权者的手里 相当于剥夺了张显神荣耀的途径 而且当这些产权被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时候 他们也就掌握了分配这些财产的权利 大多数的老百姓就必须依赖这些少数的当权的 分配财产的这些人的供给和施舍来生活 久而久之 老百姓对这些当权者产生依赖 把这些当权者当成了自己的这个衣食父母 对于本来是这些剥夺了自己财产的这些人 还是感恩戴德 而不是在感谢上帝 在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这些当权者相当于是变相站在了上帝的位置上 在领受原本应该属于上帝的胆 他是在掠夺 本来是在上帝那里所收到的这个荣耀 所以这个就不仅仅是窃取了人的个人的财产 也是窃取上帝的荣耀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可以清楚地看到圣经 它是不支持公有制的 在这个圣经的世界观里面 保护私有的财产权利是对每个人最基本的尊重 也是产生集体利益的必要的前提条件 而在我们身边 高举集体利益之名的 大多都是掌权的少数人 去剥夺大部分人的权益的借口 用一个比较抽象的集体 或者是公家的概念 来替代了你本来应该去爱了具体的人 而圣经教导的是要爱你的邻舍 要爱人如己 要爱具体的人 而不是效忠于一个空洞和抽象的集体的概念 当更多的人去做到爱人如己 爱各自的邻舍的时候 更多的人就能得到祝福 集体的这个福祉和利益 自然的也能够得到提升 但是反过来就是行不通的 反过来就是国尽民退 但是我们也谈到财产的私有财产权是相对的 它不是一个绝对的权利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意识到这个权利是上帝赋予的 而这些所有的这些被造物的这个拥有的权利 ultimately最终是属于神的 上帝他有权利把财产分配给不同的人 最终他的这些财产 这些所有的这些被造物实际上都是属于他的 我们是被赋予了管理和使用的权利 所以我们的这个私有财产权是相对的 不是绝对的 所以在圣经的登山宝训里面 主耶稣会教导我们说 别人拿你的礼仪 连外衣也由他拿去 这个并不是不讲究私人财产权 这个包括在修来书里面说 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 也甘心忍受 直到自己有更美长存的这个家业 我们基督徒作为天国的子民 盼望天上永存的这个产业 所以当我们的私有财产权 遭受损失的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的忍受可以为耶稣做见证 那甘心忍受财产的这个损失 是在神那里喜悦的 但是这并不等于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 就不尊重私有财产权 我们只是甘愿舍己 不是因为我们认为私有财产权不存在了 而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更美的盼望在天上 但是在地上的时候 人们仍然有义务遵守上帝制定的这个规定 尊重私有财产权 包括你自己的财产权和别人的财产权 所以我们不能侵犯 我们在个人在某些情况下 如果愿意舍己 我们可以这么做 我们可以像刚才的这个经文里面 所教导的 有人拿我们的礼仪 连外衣也由他拿去 家业如果被人抢去的话 也甘心忍受 愿有更美的 因为天上有更美长存的家业 这是个人的信心 如果到了的话 我们可以自己这么做 但是呢 我们不能要求别人这么做 我们不能在这个弟兄姐妹 或者是临时的这个衣服被偷了的时候 跟他说你把你的外衣也拿去给人打 这个不能剥夺会用道德压力 去强迫别人 放弃他们的私有财产 保护私有财产权 这个是世界里面应该维护的 最基本的一个公共法则之一 登山宝训谈的呢 是天国自民的这个个人行为 但是在地上的时候 人们是有义务遵守上帝制定的规则 尊重别人的私有财产权的 所以我们不能侵犯他人的私有财产权 不能道歉 这是基督徒甘愿 这个基督徒的这个对于财臣的这个轻看 继续重复一遍 这是基督徒甘愿放下自己应有权力的个人行为 这个权力是正当的 但是你可以因为为了为主耶稣做见证 甘愿去自己放下这个权力 不能够当作公共政策 或者是道德压力去要求其他人也这么干 也不能够为剥夺其他人的这个私有财产提供理论支持 所以今天我们大概要讲的就是 这两个部分 大家有没有什么这个问题或者补充吧 就是你刚才说那个公益偷盗的处罚就是五牛赔一牛 然后四羊赔一羊 那有很多人偷到他本来就是因为太穷了 然后去偷 然后你还罚这个五牛赔一牛 然后四羊赔一羊 就是说执行起来我觉得有点无法执行的感觉 如果他一无所有就要被卖 对如果他没有的话就把他自己卖掉 这个下面又不够完 就去占奴隶了是吧 对 所以如果被他总要被卖 如果他一无所有就要被卖 给他所偷的 在这个角度上你可以看到在圣经的这个 这一套的这个理论里面圣经是有限责任制的 对吧 这个人他被卖了之后就不再继续追逃了 你可以说他偷了这个东西 把他卖了他也还不上 但是他就只有他自己了 这个 OK 还有还有其他的这个问题 或者补充吗 现在就是 就是现在的话就是坐牢嘛 那时候没有那么多的资源 一个人在牢里面混吃混合 就是他要用他的牢力来来调 其实那个更公平一点 我觉得这个私有产权 这个也是神让我们用这个东西来学习 明白什么叫做主权的概念 所以如果没有私有产权的话 我们就没有主权 没有 我们就不能理解 为什么我们是 是神所拥有的 因为 魔鬼就是个最大的小偷 他被称为这个世界的王 是因为呢 这一切呢 是他从亚当手里抢走了 被他 偷走的 所以这个主耶稣说 魔鬼来是要偷窃 杀害和毁坏 所以对这个私有财产的理解呢 产权的理解呢 我们也明白这个主权的这个概念 那么明白这个主权这个概念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明白 什么叫神的主权 我们是属于他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人放罪了 神有资格来刑罚 那是因为人是属于他 人是他所造的 所以他有资格来审判这一切 为他所造的这些塑造物 大家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那个刚才铁明有提到 这个偷窃是因为心里面的贪心 不满足于神给他的 或者是神给他的条件 他可以去赠来 而是贪恋那些不属于他的 那么这个就是偷窃这个行为 背后的一个动力 一个动力 贪婪 那么圣经里面说 贪婪与败偶像同罪 因为贪婪呢 你是将别的东西来替代了神 前面刚才也提到 是因为不相信 神的供应也不以神为满足 所以以别的东西 为自己的偶像 所以就去偷窃 所以偷窃确实是一个 属灵里面的一个问题 生化出来的一个罪行 那么偷窃这个东西 可以从很小的事情开始 我自己还记得 我小的时候 父母对于这个孩子的 这种小偷小摸的行为 管理是非常严的 虽然有些事情并不大 并不大 可能偷摸了这个 也没多少钱 但是我记得是非常清楚 父母是很重视这个人 很严厉 那么这个是对的 因为我记得我们小时候 父母的教育的就是说 你如果从小的事情不注意 小头小摸的话 你长大了就会成为大盗 就会成为那个贼啊 那个犯罪很厉害的 所以这个教导是对的 虽然我父母不是基督徒 那个时候还不是基督徒 但是这个是神给了 普遍的人的一个智慧 普遍的一个恩典 所以小头小摸这个事情 就是我们在生活里面 小的地方 开始小便宜 占小便宜 小头小摸 这些地方开始 常常是我们属灵的 一个败坏的开始 这个道理我想 不是基督徒的 也是能够明白 小孩子如果这方面的习惯养坏了 他以后就很难办 因为他里面贪心出来 他里面觉得这个我自己 不需要辛苦努力 我就可以拿到 那个属于别人的东西 那么他以后的道德的败坏 会很大 所以这个也是对我们来说的教训 就是我们从这个小地方 不要去贪这个小便宜 我觉得我自己个人的生活的教训里面 也是 很多年里面也是 也让我经过一些教训 就是真的很多事情 不要看眼前的一时的这个便宜 好像能赚一点 能偷一点倒一点 卡一点油吧 但实际上到最后 给我们那个 真正的生命啊 带来的毁坏 是非常大的 最后赚的那点便宜 最后让你付出的代价 那个根本不成比例的 到时候后悔的要死 OK 所以跟大家有这个分享 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我来分享 没有 没有 没有吧 那行 那我们 那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 谢谢主 你今天晚上 记得天明镜的口 给我们讲解你的话语 主啊 虽然只有四个字 可能在 这个西伯来语言文里面 可能只有两个字 但是主啊 你的话语的争议是何等的 丰富 主啊 你把最重要的原则 赐给我们 也求主 你赐给我们 各样的智慧 主啊 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在不同的环境里面 不同的情景里面 都能够照你的话语来活出来 主啊 无论是在我们的个人当中 还是在我们的社会里面 在我们所 所 所 不同的这个 这个国家里面 都看出 诸你自己的真理是何等的宝贝 我们若是遵循呢 就要蒙福 我们若是 背逆的 并要受亏损 而且亏损的很大 可能一开始 只是小小的漏洞 会占了小小的便宜 但是最后 在这个败坏的路上 这个 主耶稣所说的这个 我们这种 若是把我们的房子建在沙土上 倒塌的会非常大 我们求主 让我们心里面又警醒 求主你来怜悯 无论是在中国 还是在美国的 这个人 当我们在这个私有财产的 这些问题上 当我们在 我们如何负好我们的责任 做好神 所赐百般 恩赐的好管家 这些事情上面 让我们都能够行得正 让我们因此而蒙福 感谢赞美主 我们这样祈求祷告 都是奉耶稣基督宝给他 圣灵 Amen 我们 弟兄姊妹 在美国的 大家晚安 在中国的 大家早安 周末愉快 拜拜 谢谢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10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sweet